鍾樹根議員 未能夠恰當地回應港大群眾的訴求 另一方面,我們是不會贊成濫用這個P&P去獲得發牌的機密資料 因為這些會破壞行政會議一直施行的保密制度,影響行會的操作 所以過去這段時間,我們千方百計盡量希望政府 在不破壞行會的保密制和不影響司法覆核的情況下 進一步要求他們解釋發牌的決定 而政府在過去幾天,雖然都回應了我們各個政黨的訴求 公開了更多的資料,但是都是強差人意的 發出免費牌照,影響市民日常的生活 所以市民對這個問題是非常之關注 黃偉基先生開辦的香港電視,自從提出申請牌照以來 全台上下都很努力工作,積極對外宣傳 確實令到不少市民對黃偉基先生獲得免費牌照是有一個恩切的期望 所以對於結果,香港電視最終未能獲得順利發牌,很多市民都內心感到非常之失望 亦都使得民眾的訴求有一定的落差 這些是可以理解的 我認為今次 港市未能發牌引發的民意軒然大波 主要有兩點原因 第一,在現時,本港兩家免費的電視台 他的表現真是差強人意 節目不能夠多元化,質素不能夠符合港人的要求 對市民的渴望,有誠意,有創新的競爭者加入這個戰圈 令到他們可以回家,可以多看一些好的節目,可以有得選 但現在就沒有這樣的情況 第二,我們覺得原因是政府在今次的處理方面是非常之差 他不發牌給港市的決定,說得不清不楚 一開始又說根據什麼一男子的政策,不知道怎樣 有時又說報告書中,港市又不是排第尾 那為什麼要落選呢? 又沒有實質的理據提供出來給我們參考 發牌的初期,曾說過是沒有上限 但後來呢,又說報告書說了如果多發了牌呢 在惡性競爭下會導致一間,甚至多間的電視台倒閉 所以最終政府就決定發兩個新牌了 本來這個是一個僱存大局 或者是一個客觀的理據 但是應該政府早點跟市民說啊 為什麼政府偏偏就是不頂不吊這樣 去到上個週日才是山山來遲地公佈 延誤了取信於民的黃金時期 不過,政府雖然發兩個牌是基於商業和經濟的原因 但是政府在處理這件事呢 我個人覺得呢是嚴重脫離這個群眾的訴求 忽略了民情,選擇多個電視台的渴望 最終使得有機會被這些反對派的投機分子呢 乘機推波助瀾 將一種完全單純是民生事件的事情呢 演變成政治的風波 雖然我認為呢 今次政府起發牌的事件 處理得未如理想 但是我贊成呢 希望政府盡量都要公開多些資料給大眾知道 在這個階段 我們絕對不同意 運用這個特權法去逼政府 公開行政會議的機密資料 因為這個會破壞行會的保密原則 影響日後行會的運作和政府的公信力 在郭榮鏗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裏面 雖然是刪除了行政會議商議內容和相關的紀錄 以及任何及牌照申請者機密 商議機密的資料 但是怎樣去界定 什麼叫行會的文件 都有一番爭拗的 而且過得海就是神仙 如果PMP 過了之後 他們又會說拿這些文件 拿這些文件 那怎樣禁呢 要修正 最重要的是修正案裏面 他只是說不拿什麼文件 但沒有說要拿什麼文件 那一尾猜猜猜一下 所以我們是不能夠支持郭榮鏗的修正案 這裏我們一再強調 民建聯在發免費牌照機的事裏面 從來都沒有說過應該發多少個牌 而且也都沒有說過應該發給誰或不發給誰 事實上在2012年10月 政府還未決定發牌之前 我本人都跟黃維基先生見過面 聽取他開台的大計 其後民建聯也要求政府在發牌的決定裏面盡快交代 況且企黃維基爭取建廠一事 我們地區上的民建聯區議員 也都曾經全力支持過黃先生去建廠開台 雖然這次我們不贊成用P&P來拿料 但是不等於我們不要求政府盡量交代多些事情 在上個星期五我跟局長一個午飯裏面 我都是清楚表達到 希望政府考慮在不同的渠道 公開更多的發牌資料 勉強立法會 又要再多一次用P&P這個方法 乘機被反對黨搞事 搞到行政立法兩敗俱傷 我們明白到市民有 渴望更多的電視節目的選擇權 黃維基和他港市的台前幕後員工 付出了不少的努力 爭取去開台 對於這些強烈的訴求 政府是不能夠忽視的 雖然很遺憾地 政府今次以市場無法融立五間電視台的原因去 否決了港市的申請 但是政府在日前也表明了可以循序戰爭地引入競爭 不排除日後因應市場的需要 再次批准更多的免費電視台的可能性 起於這兩點我認為政府應該 研究下作出更具體的說明 好像你說清楚 這次發了兩個牌之後 要什麼時候你會很快再做一個免費牌照的市場檢討 什麼時候可以研究第二輪的申請 好使到港市有機會再節再例 讓日亦都可以使到市民的心裏面有更好的期望 此外,現時兩個電視台的牌照 就在2015年就到期了 政府是不是應該考慮續牌的條件呢 要引入更多的多元化高質素的節目 增加本地的創作 甚至不排除引入新的競爭者 唯有這樣才能夠對市民的球變的心態有所交代 這次的發牌風波裡面 政府的表現固然值得去檢討和改善 但是反對派的行為更是令人不恥 早前有大批的市民透過遊行和集會 表達他的訴求,多發一個電視牌照 可以多些選擇,這些是令人理解的 但是反對派眼見民群情洶湧的時候 就不惜去騎劫於市民的訴求 再次玩弄特權法上身這些政治敗氣 由立法會,今屆的立法會復會至今 每個星期都有動議說要PMP發案 令人不升其妖 部分激進派更無所不用其極 剛才黃定江議員都說了 什麼公民逮捕,在Facebook 去煽動人打爆什麼港監辦事處的機 嚴重影響他們不喜歡的議員辦事處的運作 這些所謂票債票償的空洞的政治恐嚇 是會帶來很嚴重的政治效果 反對派鼓吹市民阻礙議員入立法會 威嚇議員的投票立場 實屬一種非常惡劣的政治恐嚇 隨時會令到市民無端端惹上刑事罪行 反對派一方面就說要奉行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抗拒政府的上方保健 一方面又呼籲一些市民無視立法會特權 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規定 妨礙議員出入立法會和投票 可謂神又是你們,鬼又是你們 現在這些反對派只顧起政治抽水 對於解決這件事是毫無幫助的 我相信市民一定會有雪亮的眼睛看到 哪些議員才是實事求是去希望解決這件事 主席,本人僅此陳詞 反對莫乃光及郭榮鏗的議案 馬逢國議員